那么我们想的下一步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所以大家提出来一个月球科研站的概念 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去南极考察 过去我们是派船到南极去 每次船去船回 这样的方式它所在南极进行的考察活动是有限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南极建了好几个科研站了 考察站了 那这样在南极的科考活动就更有效应了 所以我们想在月面建设一个月球科研站 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在月球科研站方面 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未来月球探测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 我们也是想以开放合作的方式来开展月球科研站的建设 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了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倡议 也得到了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